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次就是讲中世纪后期 我们来认识一下十三世纪 这个内容就放在宣教专页里面 认识十三世纪 我们看中世纪后期 文艺复兴的时期这一段 看到十三世纪 我们分布分别是十三世纪初、前半、 十三世纪中、后半和尾 所以这样就要分段 希望大家容易看 十三世纪初的时候就有蒙古帝国 在1206年,承吉思汉当选为蒙古大汉 建立了蒙古帝国 到1227年承吉思汉就嘉宾 而在1209年,劍桥大汉成立 而方制国会也在这一年成立 到十三世纪的前半 有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将耶路撒冷归还给十字军的国家 而去到1237年至1240年 当时蒙古人入侵或者是征服了罗斯 其实就导致基乎罗斯分裂为三个部分 亦都是今天的俄罗斯 烏克兰和白俄罗斯 極大影响了欧洲其他的地区 各个地区被略夺的土地 而金像汉国也是这样形成 这个基乎罗斯的国家就是这样淪陷了 到十三世纪中期 就是这个第七次的十字军东征 就是1248年至1254年 就是这个第七次的十字军东征 就是占领了埃及的阿尤布德港口城市 达米埃塔 十字军最终撤退 而去到1258年 就是1月的29日至2月的10日 蒙古人就是围攻巴加达 而去到1272年至1273年 就是这个第九次的十字军东征发生 就并以认为就是圣地发生的最后一次 主要的十字军东征了 而去到13世纪的后半 就有这个神学的概要 就是1265年 多米尼加修道士和神学加托马士 亚斐拉德就开始写他的神学概要 而在1274年 在他写了之后出版 就是中世纪神学的主要内容 另外 也都在1272年至1274年 就有第二次的里昂议会 这个议会就讲到 就是将东罗马帝国的教会 和罗马教会 就是联合起来的 而去到13世纪的后半 有一件事发生的 就是这个西西利的晚土 1282年 在一名法国人 骚扰一名婦女之后 西西利人就是六州里面屠杀了安宇 将标示着长达两个十年的战争时期 主要就是这个阿拉贡 西西利和安宇之间的和平条约 到13世纪末特 就是结束了十字军的王国 在1291年 埃及的马穆劳克 就是苏丹占领了阿卡 从而结束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 亦都是十字军东征当中 最后一个基督教国家 这里我们也会说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马克勃罗 就是1292年的时候 马克勃罗就在中国 从中国到波斯的行程当中 就访问了苏门达纳 报告了苏门达纳的北部 有六个贸易港口 就包括了肺尔来克 和薩穆德拉 和南部里的 1298年 马克勃罗和这个 鲁斯提斯谦 就一起出版了他的中国故事 也都连接了 亚洲和欧洲贸易的关键一部 后面到1299年 我们就会说到 这个岳图曼帝国 就是由奥斯曼 或者是岳图曼一世 所创立的 就是7月27日 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 伊斯兰帝国 一直到20世纪 而期间有600多年 所以简单来说 在13世纪的时候 就有蒙古帝国 就攻佔了基库罗斯 中间有第7次的十字军东征 第9次的十字军东征 有神河的丐腰 也有马克勃罗 和这个岳图曼帝国 好了 我们今节就介绍 这个13世纪 中世纪后期 先讲到这里 好 我好 就先讲到这里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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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